之前呢我们讲了绿摊链改 它的安全性流通性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是怎么来赚钱的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盈利性 那我们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一边呢对的是要链改的企业 另一边对的是投资人 我们先来看一看企业它要不要来找我们 如果它找谁都可以 那这事可干可不干对吗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企业是不是一定要来找我们呢 比如说您是广东一家服装厂的老板 您生产了很多的服装库存 现在产品卖不出去了 资金链断了 因为融资很困难 要房子没有要地没有 你说我有衣服 我这一仓库的衣服堆在这呢 能不能融到资 不能吧 您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您的衣服卖了 融层至今对吧 可是呢现在你的衣服出不去 就算你找外这个找网红找带货平台也卖不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双循环系统不通 内循环不畅 外循环堵塞 我们看了新闻都知道 这个新疆棉花已经出不去了 它的衍生品 我们的衣服呢 也出不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港口 人家要你出个证明 证明你的衣服跟新疆棉花没关系 你能不能出 这个证明出不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出不去 我们可不可以呢 我们是谁 我们是农民 我们有这个拖拉机 我们有收割机 我们需要石油 那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棉花 我们有衍生品 衣服 我们有中药 中药材 有大蒜 有牧鼠 很多的这个副产品等等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换呢 比如说 这个取方 取利啊 尼日利亚 伊朗 他们有石油 那石油在他们那里不好买 可是在我们这里很好买 啊 那可是他们缺很多东西啊 我们都有 对吗 但是 现在 美国在制裁他们 如果呢 我们去买他们的石油 那就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 啊 我们是不是不能这么干 可是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一群农民 我们不代表国家 啊 就像当年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买回来的时候 中国政府出面跟乌克兰政府交涉购买的时候 啊 以民间公司参与了投标购买了瓦良格号 声称要改造成一个海上娱乐设施 那最后历经两年的辗转将瓦良格号护送回国 交给了国家 啊 最后改造成了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 所以啊 有时候 只走走不通的路 我们可不可以拐个弯来走呢 啊 那他们的石油要用美金 而我们的衣服呢 我们要收人民币对吗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你也别收美元了 我呢 也不收人民币了 我们来收通证可不可以 我们的通证 是有银跟托底的 是有价值的 对吧 啊 你给我十个亿通证的这个石油 我给你十个亿通证的衣服 咱俩换行不行 为什么这事我们能干呢 因为我们有牌照啊 对不对 啊 为什么咱们有这个牌照呢 啊 这个也是咱们大村长的本事了 另外你看 如果您到我这融资两个亿 我收你五十万的这个 贵费贵不贵 你看你就算去上市股感 也要交服务费对吗 但是这五十万的服务费啊 对不起 我不收钱 我收什么呢 我要收通证 这个通证哪里来啊 您到二级市场去买 买谁的呢 是不是买咱们社员的 同时呢 我要收一百万的质押啊 这个质押呢 也不收钱 我要收通证 好 那这个通证呢 你也可以随时拿走 但是只要拿走了 你这个产品下架 出口配额没有了 您说 这个企业 它是不是必须得找我们 找别人不行啊 好 那我们来 这个来看看我们的投资人 我们是不是都是投资人 啊 如果呢 我们能买到农品种业的原始股 您买不买 是不是一定会买 那它的原始数字资产呢 是不是也会买 但是对不起啊 不卖 为什么 你得有通证 所以呢 这个时候通证就成了股票认购证 对吗 做股票的是不是都知道 买股票需要有股票认购证 而咱们的GCT通证呢 就是股票认购证 您持有多少的通证 就给您配多少相应的原始数字资产的购买配额 呃 您得有配额才能够用钱买 那有人说 那那我就用钱买不行吗 啊 这样的话 那咱们的通证就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 所以呀 我们呢 嗯 百分之二十的通证 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币 你来认购这些原始数字资产就可以 所以呢 咱们这个事是不是又合法 又托底 又赚钱 想想这个事能不能干呢 而我们最低的年化收益率是百分之十二 那这个是我们对外承诺的这个收益率 不过啊 有人说这个才百分之十二是不是有点低 那大家知道这个虚拟货币 它的价值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炒出来的 而今天呢 咱们购买的这个通证 啊 我们是要进行实体投资的 那 啊 这个即便通证一分钱不涨 咱们的投资也是要给您百分之十二的收益的 啊 我们承诺 所有参与咱们中国五点零的这个 啊 高科技农业项目板块的这个投资 您这百分之十二的这个年化收益率 啊 都是不会少的 那咱们的投资板块呢 还很多 呃 这些收益呢 也不能跟大家说的太多 因为说多了啊 就会超了 啊 咱们国家规定的咱们这个收益呢 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点四 超过了 就算是高额回报诱惑 啊 所以呢 那只能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嗯 那 这个我们稍微分享一点 我们的高科技的农业投资板块 大家呢 可以自己来算一算 咱们的收益能不能保证 好 这里 看一下是我们的一部分的绿谷联社的高科技农业板块 这个呢 是玉米树 大家知道 普通的玉米两个碎 一个大 一个小 而咱们绿谷联社呢 咱们这个玉米树 一棵八到十个碎 平常普通的玉米一亩地儿 三千个碎 而绿谷的玉米树呢 一亩地一万个碎 那之前呢 我们农村的朋友看到了就在问 哎 这个咱们怎么没有呢 咱们村能种吗 可以啊 你得有通证 看一下我们的龙平海水道 咱们的龙平海水道已经在东南亚为很多的老百姓谋福利了 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在东南亚之前普通老百姓种的水稻母产三百三十斤 而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水道母产三百三十公斤 那龙平一代院士团海水道母产六百六十公斤 龙平二代博士团母产九百九十公斤 龙平三代硕士团母产一千三百公斤 那他融资多少钱呢 每亩融资两千块钱 这里面包含了土地租用费 雇佣农民费用 土地整改费以及种子费等等 那么他给我们的原始资产是多少钱呢 五块钱一斤 大家现在可以在网上去查 这个龙平水道多少钱一斤 最贵的八十多块 而中档的五十多 最便宜的二三十 那他给我们是五块 两千斤乘以五块是不是一万块 那他融的是两千英亩 对吧 这已经是五倍的收益了 那如果到时候你说我不要钱 我要大米 那也没问题 就是给您五块钱一斤的大米 各位您算一下 这买卖能不能干 这个能不能赔 还有呢 看一下咱们的大豆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呢 是一棵树 长了很多 我们这个比人都高的大豆 之前有没有见过 这是玉米的一个 这个是我们也是绿谷的一个 高科技农业项目之一 有人说 这个 是不是转基因的呢 好 告诉大家 外来的转基因大豆 把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底线 一次性给穿透了 就在黑龙江 为什么 大豆 它是不是有很多的衍生品 啊 什么豆腐 豆浆 豆油 豆饼 这个豆饼还给动物吃 对吗 所以呢 我们说 如果一个外国人 他到黑龙江住上三天 他绝对逃脱不了 这个转基因大豆的毒害 而咱们绿谷联社的创始人 协同中国农业5.0课题主 用高产非转基因大豆 成功的替代了转基因大豆 传统的大豆亩产300斤 而转基因大豆亩产500斤 我们绿谷联社的大豆 初代800斤一亩 而二代1300斤一亩 所以今天 作为绿谷联社的一名社员 我们同时 其实也是在担负着一份责任和使命 用我们的行动 让绿谷的这些高科技的农业项目 真正的去汇集中国农民 汇集百姓 并且将之前的这些转基因的 这个农作物 从中国的土地上真正的替换掉 让中国人不再受转基因食品的毒害 这个叫 从种子到筷子 从地头到餐桌 人下乡或进城钱到账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我们的龙平院士站 我们的龙平 这个 中国农业5.0课题主 是不是把这些高科技的技术 送下乡交给农民 而我们的投资人 我们投到哪里呢 是不是把钱投给了他们 那些老百姓干什么呢 老百姓出人 出地 对吗 最后呢 我们把这些安全的 优质的产品 再回馈到城市里边 赚了钱以后呢 让大家来分 这个就是区块链的意义 让整个生态 所有参与的人 都能参与财富的分配 所以呢 今天的绿谷连设 做的是一个利己 利人 利环境 爱家爱国 爱天下的事 大家觉得 他能不能做好 这样的一件事情 值不值得我们去参与呢 当然 最后 最后的最后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评估的再好的项目 他也不是百分之百 能够成功的 所以呢 我们在决定参与之前 自己要根据自己 各自的承受能力 去做好自己的风险控制 好 那今天 关于绿谷连设 绿坛联盟 所有的内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感谢您的聆听